格式化随身碟 那我们在我们这个解开里面 这个5A88一键安装USB呢 在这个资料夹 在MyTools这边快点两下 里面有个磁碟工具叫 Disk Genius 按两下打开来 那接下来再来按两下启动这个 程式 这个是做磁碟分割 那开起来以后呢 针对这个随身碟 首先按滑鼠右键 请各位把它先转换 Hard Disk模式 那转换完之后就不见了 好 接下来问你要不要 直接设定主导引区 我们先选否 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按右键做什么事情呢 重键主导引记录MBR 接下来再来进行分割 再来下一个动作 按滑鼠右键呢 做什么呢 快速分割 那分割呢 这个随身碟我想做成两用 我想做成V88跟Clonezilla的使用 所以这边点选 好 制定为两个分割区 那这边注意一下哦 第一个必须是NTFS的 才能够储存大档案 超过两G以上的档案 必须在这个格式 那第二个是给Clonezilla 请切换成FAT32 这种档案格式呢 超过两G 即使你容量有10G你也存不进去哦 这个档案格式最多一个档案不能超过两G 那这个是给Clonezilla使用只要1G就可以了 那这边点一下剩下的全部都给5A88来使用 那持跌标签呢 好 上面就叫5A A88 那下面呢就Clonezilla 那特别提醒大家要 两个都要变成主要分割区才能够使用 好 记得了吗 1 两个持跌区 那如果你只是要做5A88 那就设一个就好了 就全部都给5A88 那充显老师呢 这边是要做 一个是5A88 一个是Clonezilla 所以才需要分割成两个 如果是单纯的5A88 就做一个持跌分割区就可以 接下来按确定 那他们就进行了 持跌的格式化 好 就完成了这两个 那看一下吧 持跌机代码 这个是G 这个是F 对不对 那就完成了持跌的分割了